我们再来看餐饮业的情况 在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烟火小店 他们受疫情的影响也是最为直接 国家和各地也出台了针对性纾困举措 面对暂时性困难 各方究竟如何联手积极求变呢 我们来看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红餐厅 摆脱困境的故事 又到周末 四川成都这家花园餐厅里 座无虚席 生意火爆 看到眼前这番热闹的景象 餐厅主理人康强百感交集 两个多月前他还想过关闭这家店 因为当时成都出现散发疫情 餐厅周围的几条街道 十几个小区全部被临时封控 从前厅走到后厨 然后再从室内走到室外 它都没有人 一天就100多块钱 500多平方米的场地租金要交 30多个员工需要支付工资 巨大的压力让康强不堪重负 硬性成本的30多 再加上一个15万的产品费用 每天增开来就是几万块钱 正当康强一筹莫展的时候 4月11号 成都市出台筑企健康发展30条 通过减免房租 补贴发放 税收减免等政策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康强的店可以免除6个月的房租 服务业增值税 加计抵减政策也得到了延续 小店的成本压力得到极大环节 预计将给绿道入住的 目前已入住的60余家商户 共计减足950余万元 康强餐厅所在的环城生态公园 还免费为商家们开放了门口的草坪区域 自从我们有了这样的外摆区域 看一下营业额数据 就至少增长了10% 康强又开始尝试开设外卖 开通社群营销 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餐厅 店里单日营业额最高达到了3万元 今年一季度 成都实现服务业增加值33001.8亿元 同比增长4.2% 接下来 成都还将通过发放6亿元消费券 鼓励零售餐饮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参与让利促销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进一步激发服务业活力